时至今日 罗友回想起来对肖吉和的公开宣判 都后悔不迭 我明年呢就退休了 公审这事呢 是我在工作上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了 简直就是推波助澜 没办法 法律有漏洞 不健全 法官只能这么判 2010年开始 长廷县政府决定 派出30多人的工作组 由副县长带队 以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为主 劝回在云南的所有长廷级人员 工作组下到云南全境的各州市进行劝反 除了当地买房置业者外 一律劝回 这一做法 在犯罪成本低 法律滞后的情况下 在结果上 导致涉麻制度的发案区域 由云南转回了长廷 2011年 长廷县被国家禁毒委列为 毒品问题重点关注地区 同年 长廷县率先在龙岩地区成立了公安禁毒大队 并统筹了政法力量 只要在长廷辖区内查获的涉麻案件 一律快捕快诉 快审快判 不取宝 不判还 不降格 不遗漏 这使得长廷区内的涉麻案件急速地下降 但犯罪地点开始从长廷 再次向其他地区扩散 在全国范围内 抓获的长廷级涉麻人员 数量依然高居不下 此时 涉麻犯罪还呈现出了两个新的趋势 一是在组织结构上的变化 涉麻团伙进一步分化细化 形成了完整细致的犯罪链条 从上游兜售原料 到专门从事非法提炼加工 到末端从事收购贩卖的中间商 最后到止毒团伙 在狱中 萧吉和极力地推广他的止毒方法 其中败在其麾下的 就有前文提到的蔡祖辉 萧老师这个绰号 也是蔡祖辉率先叫出来的 萧吉和在服刑一年六个月后的 2011年1月出狱了 萧老师的名声 也随之传到了止毒江湖上 这样 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萧吉和在福建江西等周边省市 疯狂设立人工合成麻黄碱的窝点 变本加厉地生产麻黄碱 而且他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仅仅在江西省宁都县 被警方发现的窝点就有七处 没收的麻黄碱从几百公斤到数吨不等 萧吉和作为民间麻黄碱 合成技术的发明者 自然将成本控制得很好 一公斤的麻黄碱制造成本 不到一千元 但只要一下产线 一公斤则卖到七万元 七十倍的理差 听起来都吓人 萧吉和人到哪里 他的合成麻黄碱技术就传授到哪里 各地警方开始对萧吉和进行联合通缉 在两年的时间内 警方在福建 江西 云南 贵州 河南 山东 湖北等多个省区 都发现有萧吉和带区的合成技术 那些喊他为萧老师或者麻萧的人 也纷纷地落入法网 管他叫萧老师 自然是因为他姓萧 而称他为麻萧 则是因为大家崇拜他 是合成麻黄碱的大萧雄 萧吉和传授技术是收费的 而且很贵 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在行业里的地位和名声 很多制度分子请他喝酒 请他到各种的豪华场所消费 大多时候他都直接拒绝 传授技术呢 不是为了贪图享乐 我是想把整个行业的盘子做大 这样啊 才能成气候 你们叫我一声老师 我就很满足了 因此 行业内的人更加佩服他 得到此类消息后 官部直接对长廷县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抓住萧吉和 这比破一百个案子还要重要 但此时 顿觉风声加紧的萧吉和 偷渡出国 去到了缅甸 他长期藏身在缅北的大山中 国内的公安机关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试图通过国际刑警的渠道 搜集萧吉和的消息 2014年9月 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 传到了长廷县官局 他们获得情报 萧吉和的儿子将前往澳洲留学 父子二人已有数年未曾见面了 警方判断萧吉和或许会冒险附会 因此 长廷警方启用了多个线人 暗地里搜集线索 有的说 萧吉和将从云南瑞丽入境 而后北上贵州 再由贵州回到福建 有的说 萧吉和将从海上偷渡到海南岛 继而经过水路 从厦门上岸 而后再回老家 有的则说 萧吉和将利用假身份证 从缅甸区到泰国 再从泰国乘飞机到澳洲 与儿子在那里回合 各种线索纷支踏来 福建省厅也专门派人到长厅长住 协助破案 警方为了保险起见 只能多方应对 还好 一个隐君子被抓住后 供出了一条线索 他在几天前 参加了一次偷渡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当中 并说 这次偷渡是个大人物 行业地位很高 因此警方判断 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萧吉和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4年9月29日晚 福建警方在厦门市海仓区的一处居民房里 抓获了前来与儿子告别的萧吉和 这一次抓捕行动的总指挥正是他的前同事 常听县官局副局长陈兴来 陈兴来回忆起和萧吉和在其入狱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陈兴来说 有钱人喝茅台不一定快乐 我们以前喝米酒 吃小菜不也很快乐吗 萧吉和故意转过头 没有看他 也没有回答 作为老乡时 陈兴来半辈子的缉毒工作 基本是围绕着萧吉和为中心的一群制毒分子展开的 怪不得萧吉和不想搭理陈兴来 这一次萧吉和三进攻 被判刑四年半 正常情况下 他将在2018年年末出狱 2018年 有人问陈兴来 萧吉和就快出来了 常听警方是不是要24小时的重点盯房他 陈兴来无奈的说 你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这几年间 网上到处都是他的配方 随便谁在厨房里就能做了 查阅中国知网可知 关于提取麻黄简的相关论文 就有583篇 在各大贴吧 微信群 QQ群 还有更多的图法提炼麻黄简的方案 近些年 萧吉和发明的化学合成麻黄简的方法 已是所有方法中最为实用的一个 他工艺简单 设备易得 后来者 在萧吉和的方案上增加了一个脱氧的步骤 产品由麻黄简直接变成了甲基斑免免胺 也就是冰毒 萧吉和的人工合成麻黄简技术的推广 是对毒品工作的一个颠覆性的破坏 制毒简化 价格低廉 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 引发冰毒几何几的增长 更多的冰毒流入社会 让它成为了贫民毒品 又使更多人成为吸毒者 同时 行业竞争家大 将制造麻黄简的利润急速的降低 制造者想要获利 必须更大规模的进行生产 冰毒渐渐的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件 而是无孔不入的廉价恶魔 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底 由长廷县官局提供的线索 官部组织福建 湖北 江苏 陕西 云南 四川等六省警方 联合侦办了 1125特大涉麻制毒系列专案 行动历时半年 先后捣毁各地 纸麻制毒窝点32处 抓获犯罪嫌疑人173人 其中长厅级47人 收缴麻黄简近10吨 袖带文敏铜等纸麻原料 近100余吨 另一方面 为逃避长厅警方 在当地的高压掩打 制毒分子们逃到外地制作手麻成为趋势 顾名思义 手麻 就是制毒分子对绿麻黄简的称呼 早从2013年开始 警方查获绿麻黄简的数量不断的增加 目前的法律法规 对制造麻黄简 锈带文敏铜等制毒原料 有明确的禁止规定 但对非法合成绿麻黄简的行为 该如何的定性处理 仍是一片空白 制作绿麻黄简 又成为钻法律控制的法宝 2014年9月17日 由国家毒品实验室技术鉴定 将麻黄简制成绿麻黄简 是催化加星法合成冰毒时 必不可少的步骤 合成的第一步 是将麻黄简制成绿麻黄简 第二步 将绿麻黄简通过还原反应 制成冰毒 国家毒品实验室 还根据文献资料 以及调研得出判断 绿麻黄简的工业 农业 医药 卫生等方面 均无合法用途 制造绿麻黄简 只能是为了制造冰毒 所以建议将绿麻黄简 作为由麻黄简 合成冰毒过程中的 半成品进行处理 进入法律的监管范畴 同一年9月25日 公安部禁毒局 将这一定性处理意见的通知 发给了福建省 官厅禁毒总队 并补充了两条 经询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绿麻黄简 在医药化工应用中 也未发现合法用途 经询最高人民法院 负责毒品案件的刑武庭 该庭认可认定 绿麻黄简为冰毒半成品 对于非法合成绿麻黄简的行为 应当参照 全国部分法院 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 座谈纪要中 关于制造毒品认定与处罚问题中 已经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是半成品的 以制造毒品罪的计随论处 陈兴来介绍 尽管国家毒品实验室论证 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但立法机构 目前仍没有将它作为适用于全国的司法解释出台 因此执行起来 各地有各地的判法 2014年春 福建南平少武市警方 断掉余某涌等7名长厅级人员 在南平市某乡镇养猪厂的涉麻制毒窝点 警方查明余某涌 已交易完成200公斤的绿麻黄简 现场查获的制毒原料是633公斤 经鉴定 其中既有麻黄简 又有绿麻黄简 绿麻黄简的含量分别为 69.5%至74.6%不等 至少能够制成300公斤的病毒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本集到此结束 再见